一样,但是 但是因为 我们这个课程从上周的一个演讲结束后 我们是基本上是一半 所以我想对之前的 内容做一些总结 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之前的 课程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我整个学期的这个计划 然后还有大家的表现 然后还有大家遇到的问题 这个遇到的问题 我需要大家给一些反馈到时候 大家有五分钟时间 然后去想一想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给出一些建议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课表 然后现在是8月10号 今天前面的六次课 我们有两次演讲 然后还有三次对话 还有一次绕口令 对话就是我们的小组讨论 就是相同的内容 不是不同的内容 然后相同的结构 然后演讲的话 两次演讲 第一回是自我介绍 第二回是电影主题演讲 这个演讲我觉得大家 待会我有一个关于上周演讲的一个总结 就是之前演讲的总结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总体表现还是不错 然后之后的课上 今天是总结之后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对话 然后还有一个演讲 然后这个我觉得之后 这是我现在的计划 如果大家有一些新的内容 或者你们想了解的新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改一些计划 就比如你觉得哪些 你觉得不想讨论 你们大多数人觉得不想讨论 或者想讨论一下另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换一换 接下来就是还有四个话题对话 然后还有一次主题演讲 这个的话 我改成自愿报名 因为有的同学就是 可能会觉得他完成不了 因为有一些难 或者有一些时间原因 然后我们课上的时间 我觉得也是有限 所以我改成自愿报名 如果有同学愿意参加 我们到时候就会参加 然后这几个都是话题对话 有节日 还有名人 还有购物 还有食物 这四个话题 就是和我们之前小组讨论 类似 然后这个演讲的话 是我觉得是关于环保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了解一下当今这个地球 发生的一些变化 然后我们讨论一下 这个环保问题 这个内容不算很难 然后就是很 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每个人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的演讲的表现 因为演讲不是光看你 口语水平 它是跟你的 个人的一些 比如说自信 或者你的一些演讲水平 或者有一些同学 他管理时间能力不够 他有的用的时间短 有的时间用的长 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演讲 我们就要严格规范 到时候大家会更严格的打分吧 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些 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可以举手 然后 然后我总结一下这个 大家的表现嘛 正面的大家还是比较积极 然后在主要是小组讨论中 然后很多同学在很认真 就是我能从上次的演讲中看到 有的同学 他虽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准备的太好 但是他的态度很认真 他用很长时间去准备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所以我很满意 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有一种态度去 去学习中文 然后很多同学很自信 这个非常好 因为在语言中你必须要说出来 如果你不说的话 就等于 你没有表达出来 其他人根本没法理解你想说的内容 然后在电影演讲时 我们班长给我们计时 我看了一下最短的用了4分54秒 然后最长的用了10分28秒 然后平均7分钟左右 这个和我规范的时间5到7分钟 其实平均时间差不多 然后有两位同学用的时间很长 但是我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准备 所以我没有让班长去打断 其余同学都不错 时间控制的非常好 基本上都是6分多 然后有的同学整好7分钟 然后关于负面的话 就是我们有正面 然后肯定会有一些负面 负面正面 负面我就没有总结出来 你们到时候自己去总结一下 你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整体的话 我看因为有的同学 他原本可能中文水平就挺好 但是他课上学后 然后他表现的也很积极 他只能会越来越好 然后有的同学他可能 之前觉得自己不是很好在中文上 然后他就没有信心 所以我想说就是不要害怕 每个人现在同样的机会 就是你们在一起就是要互相讨论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就随时来问 不要等到最后我们要 比如说交作业的时候 你给我的原因是太难 然后你没法完成这个作业 这个问题就有一些 严重 因为我给你们的内容 有的是一周时间 有的是两天时间 我希望你们可以利用课下去准备一下 这里现在有一个现象 就是有的同学他中文水平本来就挺好 然后他还很用心的去学 然后有的同学自己相比来说 他可能比较薄弱 但是他还不去积极 不去认真的准备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所以之后的课我就觉得 我还是必须跟你们商量一下 因为有的同学他 已经会超前水平 然后有的同学会可能跟不上 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及时的调整 确保之后每个人都能 一样的机会 一样的内容去 更好的实现 中文学习吧 在这里我们先对课程中遇到的问题 做一下总结 就是在自己的演讲中 还有预习中 还有小读讨论中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思考 到时候 然后 私信发给我 如果你能打汉字的话 你可以私信发给我 然后你又想让其他人知道你是谁 或者不想知道 我但是你的内容 我我会告诉全班 就是我会 但是我可以不告诉他们是谁说的 然后或者你想直接发言都可以 就是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现在五分钟时间 有没有同学不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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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些时间里你们有问题 可以举手问 林沛如同学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不是很明白背景 就是电影背景 电影的背景介绍什么的 我那天演讲的是不是错了 嗯你那天的结构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呃背景介绍 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细节 就是他整体 比如说他演的什么呀 然后他里头有什么内容 这个就等于背景 就比如说你的背景 我可以说呃林沛如同学 他是印度尼西亚人 然后他家在哪 这都属于你的背景 然后你是什么学生啊 或者你在工作啊 这都算一种背景 其实就是一种介绍而已 那前我演讲的时候 是介绍这个电影 是来自现实改变 那个不是背景介绍是吧 嗯那个算他的一种原型吗 这真是不是老师想要的那种背景介绍 啊背景介绍你就 呃你是哪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那部电影 就我不是药神的他的背景 背景就是呃他有很多那种患者嘛 然后他是呃之前就是卖印度药的 然后他们知道印度这个药很便宜 然后他就帮他们去贩卖这种药 然后 然后他就是犯法了嘛 然后就是被那个公司给告了 就是一些演的内容 其实就算是他的一些背景 嗯那那我可能是做错了那天 嗯那你现在做一些总结就可以 嗯 就是你对你的演讲 还有你的就是平时的讨论 还有你自己的整个学习过程中 你做一下总结然后到时候你发给我 或者你自己说出来也可以 就是刚才我让的那些 我有点不懂老师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 就是课程中遇到过的问题 你自己总结一下 嗯 预习中 演讲中 小组讨论中 你遇到的问题 现在有五分钟时间思考 哈老师 我就是收到了同学的那个回复 有的同学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词汇 呃问题 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刚学汉语吧 有的都也用了很长时间 词汇因为中文中词汇很多 然后每个词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对对对于大家说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要担心 然后我们在日后预料着词汇你就要去积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平时可能太忙了 然后 这个 这个问题的话 呃 呃在学习中 你如果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内容 但是老师希望你们能来去听别人怎么讲 就是看一看 呃从别人的口中你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内容 呃 比如说你你的演讲你觉得不好 然后你去听一下 仔细听一下 呃 其他同学 因为在这里我觉得有几位同学 做得非常不错 就是你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内容中学到很多东西 呃 还有同学 如果你们不希望我说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备注一下 然后 如果那什么我就直接说你们名字回复你们 我就直接在 这个整体回复你们就是我会说出来 呃对于陆地黄同学你 呃大家还是有时间管理问题 然后 呃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是挺好 然后希望你也是可以更积极 呃老师就是会协助你你会 需要老师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然后你就说出来 然后我们就更好的去呃学习中文 呃李萧美同学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现在确实有的同学 他的水平已经 呃和其他同学有一些差距 有的很高 然后有的确实 呃稍微低一点 但是不要没有信心 因为你在这里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 老师是 呃让你们一起小组讨论 所以每个人是一样 你们一起去讨论 你也要积极的去参加小组讨论中 然后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学会很安静 呃就是有的同学不积极参加 小组讨论 这个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内容 因为你不积极参加其他同学没法跟你 呃 去讨论 这样导致呃我们的 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导致让另一位同学 就比如我跟你正在讨论 你不不回应我 就比如这个课上老师说的一些问题 你们不回应我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去理不理解 然后我们就像讨论中 呃一个人如果不回应的话 一个人去忙着自己的事情 那另一个同学怎么去讨论 另一位同学怎么去更好的 用中文和你们沟通 然后更好的去中文学习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小组讨论中 都积极一点 因为这个课堂的机会是为了你 然后也是为了其他同学 如果下次有小组讨论 不积极讨论的话 你们要私下告诉我 我可能就会要分组 让就更积极的同学在一起 因为这样确保更积极的同学 他们是想去学习 然后想去讨论 然后有同学是演讲过程中有 一些私事 然后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所以那天即兴演讲 然后讨论题目很丰富 然后学到一些新的词汇 关于演讲的话 老师是一周时间让你们准备 然后有的同学准备的很长 有的准备的很充分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 因为老师能看出 你们很用心的去准备 因为一些私事的话 你就是处理好吧 然后在课上积极的 参加积极的听一些别人的内容 也是能学习 关于我给的那些词汇 这是一个预习内容 所以这些词汇 如果不理解的话 你们第一步需要自己去查找 自己去理解一下意思 然后如果实在不理解 我们就会在课上讨论 如果每个同学都不知道的话 老师会解答 因为这个词汇是 就是我之前所有发的PDF 都是课前预习内容 然后有的同学希望老师 可以说简单的句子 也需要慢慢的说话 这个老师就是尽量吧 因为正常沟通的话 你们还是需要适应 因为这个语速在语言中 就是在正常沟通中 我觉得已经算很慢 所以大家还是 去努力的去试着去理解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打断我 对于有同学是上课的话题 都也没有问题 然后也明白我说的内容 然后觉得自己中文不好 所以不敢说 所以 自己的问题不是话题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自信的问题 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 自己中文不是很好 然后不敢去沟通 但是在这里 我们 每个人要积极的去 和其他人讨论 然后去通过聆听啊 或者通过讨论啊 去学习 因为学习的方法不止一种 学习口语 你可以去听别人怎么说 或者你去看一看别人怎么讲的 就比如说 老师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你会在未来中 听到其他老师跟你讲 所以现在你听到我说的 可能也是对你口语学习 有一个帮助 所以认真的去听 也是更好的去学习口语 我觉得 但是还是要说出来 在口语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说出来 不论对错 你说出来 因为这里很多人都会有错误 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 说出有一些错误 所以你如果说出来 然后互相去改正 互相去帮助 还是会有很大的提高 有同学是说 他小组讨论七集参加 但关于运动 他没有做PPT 好像大家不理解 然后他也听不懂其他人说什么 讨论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同学 就是你们觉得讨论的时间 每次够吗 我觉得不够了 有时候不够了 那这个时间的话 有时候可能不够 那老师下次会考虑给你们更长时间考虑 要更长时间讨论 然后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课程时间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讨论的时间太长 我们到时候总结的时间就会很短 我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有的同学现在是觉得 他有些时候不理解 其他同学在说什么 然后他也不知道其他人听不听懂 所以在讨论中 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像在课上及时去举手 去打断他 在这里不要觉得打断别人说话 不礼貌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你不要去打乱其他人说话 但在这个课上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说的哪句你没懂 你立即打断我 我会 重复 然后直至你轻懂 所以这是一个学期过程 在讨论中一样 你去打断他 告诉他 让他给你解释 但是记住不要用印度尼西亚语解释 要用中文去解释 如果他解释不明白 那就是他那边准备的不充分 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更多的解释 或者你去理解去猜 然后你们一起去用中文解释 呃还有东西就是也是觉得词汇太少 自己的词汇少 然后演讲不是很自信 呃演讲的时候要讲个词 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 呃基本词汇 所以我给你们准备的内容 就比如像之前的自我介绍 现在的剑影以后的环保 如果你们在演讲中你们词汇少 你们就去自己去查一查关于环保的词汇 自己去呃准备一些词汇是关于环保的 比如说环保你能想到环保有一些哪些 呃比如说什么二氧化碳啊 二氧化碳知道吗 就是呃一种空气排泄物吧 就是他很污染环境 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些词汇 自己去查一查 就我给你们话题 你们要去对这个话题做更一步的研究 更一步的讨论 因为我是针对大家的 所以我不可能呃 觉得某个人词汇少 我给你布置更多内容 不然你不一定全都能学会 然后反而对你会造成一些压力 呃 有同学也是觉得自己的演讲不是很好 呃不会去准备演讲PPT 然后 嗯 对 虽然用母语也不会演讲 这个是一个呃演讲能力问题 就不是语言问题 呃 关于PPT老师是给一些要求 就是给一些限制 你要去按照要求去做 呃 有的同学就是在PPT出现 比如说我限制最多企业 有的同学只做两页 这个你 我我 我的内容 比如说我有四五个问题 你如果两页把它 四个四五个问题放在两页 这个让观众 也看不懂 你在讲一些什么 就是你 翻页的过程 大家知道啊 你换另一个问题 呃 你如果两页PPT要讲完你所有的内容 有的同学可能 对中文本来就是理解不好 他觉得你可能一直在讲 他也没有内心去 听你继续 讲下去 然后有的同学在PPT中 放太多的中文 然后整个句子 整段话 然后一直读PPT 这个是非常 不好的一点 这个我希望就是在最后一次演讲 每个同学不要出现 整段句子出现在PPT中 然后我要求 最多七页PPT 至少 应该到五页 我觉得因为我每次的问题 应该是三四个问题 你加上首页的话 然后再加上尾页 至少五六页我觉得 呃 有的同学觉得表现不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表现都非常不错 然后我对大家还是整体很满意 只要大家有 呃 信心 然后我觉得你们都没有问题 呃 我能看出 这些同学很认真 然后也很喜欢汉语 呃 对于你们如何去提高说话水平 呃 就是在 我们现在唯一能提高你们对话水平的是 就是讨论 所以你们要珍惜讨论时间 呃 之前讨论中遇到的问题 我进到一些room 我看 呃 有人用过 呃 印尼语 但是我说过之后他们没再犯 就是 呃 非常好 之后大家都会用中文 然后有的是讨论一些其他内容 不是 关于课上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甚至不讨论 然后最后时间 我觉得不够 然后最后我们总结的时候 呃 做的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小组讨论就是从你们最后小组讨论的分享中 能看出你们这个组 到底有没有效的去讨论 呃 有的同学不知道自己拿了也比较弱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问题 呃 这个 因为这里 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 呃需要提高的 然后大多数就是像这些有些中文很好 我觉得现在对于你们目前水平很好 呃你们需要就是按我的要求去准备 呃更充足的去准备 然后去理解 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问我 呃或者你可以提前有的同学 呃呃我是要求二十四小时前把PPT发送到我这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提前发送给我 我可以检查一遍 然后我们做一些讨讨论 然后你可以给大家 呈现一出就是一次更好的演讲 跟同学讨论的时候比较轻松 所以想要说什么 但是老师突然进来就觉得很紧张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比较安静 演讲的时候 然后面对所有人也感到紧张 紧张 然后觉得自己发音不标准 所以不自信 然后还有很多句子 然后对于小组讨论 我进到你们的room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太在意 因为我一般不会去直接打断你们 除非你们有问题的话 我会立即打断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不要觉得我进来了 然后你们会换一种方法讨论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你们就当不知道 就觉得老师不存在一样 就是正常讨论 因为你如果足够用心的话 我觉得你们不会知道我已经进来了 我已经在听这个 然后关于这个演讲 不自信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还是在演讲之前的课上 课前自己多练习练习 不要去读 然后试着去讲 就是去按PPT的一个一个点去讲一讲 然后对于发音问题 我们这个班机确实有两三个同学 就是发音有一些问题 但这个对于不是中文 不是说中文的人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目前来看 我是一个说中文的人 所以我可以完全听懂 虽然你发音有一些问题 但对于其他同学来说 你这个发音问题可能让他们很难去听懂 但没有关系 平时多看一下中文电影 看一下普通话的电影 这样会帮助你们很多 有的同学是不知道他的声音对不对 然后也有一些同学也很难说话 所以不知道怎么讨论 然后课上很满意 然后很多声词 然后更流利 就是你们如果不知道讨论 怎么开头的话 老师都是给你们内容 就是你们要按照我的内容 按顺序去讨论 就是一个人开始 然后你们轮流去讨论 这个就是一个讨论的一个开始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进入到讨论组 不知道怎么开头啊 或者不知道怎么去说 然后时间又说不够 现在这个问题 我自己在研究研究 看怎么解决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没有好好学习这门课 然后也不是很积极的讨论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你既然上这个课 你就要去认真聆听 你不积极的讨论 只会去影响你的队友 让你的队友也会有一种消极的态度 所以当你进入的时候 我看我看得出我们这里大多数人很积极 所以他们的积极会带动你 积极参与他们的讨论中 对于那些不积极讨论的同学 以后的讨讨论课上 你们能够主动的去起头 主动的去给大家说一说有哪些提 然后让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你们就很快的融入进去 因为演讲这个问题 有的同学就是比较靠后 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他可能都越往后会越紧张 然后这个演讲顺序 第一次课因为叶南平同学是最后一个来的 所以我让他最后 然后第二次课是按顺序 第一次课和第二次课的顺序 就是演讲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下一次我还会打乱顺序 就是每次有的同学会往前 每次有的同学会往后 我觉得就是你越往后 你会有 也是有的同学越往后会有一些压力 然后有的同学会 越往后他可能觉得 他有更多时间的准备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会根据这次的表现 然后去调整下一次演讲顺序 基本上就是这些 然后我说的这些内容是你们 所以发给我同学 我把你们的内容都总结了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有问题吗 同学 没有老师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 我我先就下节课下这就是休息过后 我们再讨论下一个问题 现在还不是休息 我再说十分钟 关于我们这个演讲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口语 我最后看你们整体课程的表现 我是从演讲就要看出来 讨论和演讲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 尤其是演讲 因为演讲是你自己个人的内容 讨论的话 有的人可能我叫不到 有的人就比较放松的态度 然后演讲的话 我这次改变成自愿 有的同学 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没有时间 你觉得自己准备不充裕 你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然后你可以放弃 但是老是希望大家自己克服问题 我不想强制你们去完成这个内容 但是我希望对 这里很多同学都是很积极 就是我希望你们自愿去到时候参加最后一个演讲 我要从最后一个演讲 看出你们整体这个水平有上升 然后关于讨论的话 我们最后还有节日 名人 购物 食物 对于这四个内容 你们有没有自己想说的 或者你们自己想签加的内容 有没有同学想对这四个讨论的内容有所补充 那我们到时候的就是这种话题对话 就是像我们讨论和之前是一样的形式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会有这四个话题对话 如果你们想觉得在这个中 你没有完全的学习到太多内容 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 有问题吗 谢谢叶南平同学林沛如同学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是这四个内容 还有环保 我最后这个内容我非常看重 就是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演讲 就是第三次演讲 从第一次你们可能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准备吧 或者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了两次演讲之后 会对最后一次更有信息 然后会准备得更出色 有同学问名人 名人就是一些很出名的人 比如 在中国 就是你觉得 比如说成龙吧 成龙 有人不知道成龙的吗 成龙 我觉得他在中国现在也算一个名人吧 他就是很出名 然后每个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影视巨星 然后你也 到时候啊 我们会主要去讨论一些 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觉得你们国家 谁很出名 然后他做了哪些贡献 为你们国家做了什么贡献 为这个地球做了什么贡献 李白 李白也算吧 李白 就是古代的 他是一个诗人 他也很出名 他有很多 和著作 就是那些股师 然后大家也对他有一些了解 刚才林菲若同学举手是吗 就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辩论没有 然后就是想知道辩论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辩论的话 我觉得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 难度会很高 然后上周 有的同学他就给我反馈出 就是大家有的是反馈出 内容有一些太难了 他们没法去更好的学吧 就是所以我讨 我觉得这节下节课应该是辩论 然后我就决定把辩论取消了 本来这周让大家准备辩论 然后我们这个课有时候会有人缺席 辩论的话 我布置好内容 如果有人缺席的话 我们就没法完成 所以我决定把辩论取消 辩论的话就是两个组 然后有正方反方 然后还有一位主持人 他就会 比如说正方不同意 正方觉得 电脑游戏对学生没有影响 然后反方觉得电脑游戏对学生有影响 然后他们就要进行一番讨论 正方就要给出理由 为什么电脑游戏对学生没有影响 然后反方就要反驳 用反方的理由去反驳 这个就是一种辩论形式 就等于 两组人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去互相的驳斥 然后互相的反驳 然后最后看哪组胜利 绿书经常这样是吗 绿书辩论 辩论是 我觉得辩论是一个很有趣的那种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难 然后我们现在就换成了这样讨论 对有同学就说了那个debate debate就是辩论 如果课上 如果有人反对 有人同意对一件事或者是 这个就是 就是郑金元同学这个就是我之前打算是有辩论的 但是呃我想了想还是取消了 然后 我怕有的就是 会影响一些吧 就是有有同学如果缺席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是分组这个期前一周准备 这个还是需要小组配合 就是一组会有三四个人 然后每个人会要有不同的 嗯观点去来反驳 所以每个人准备的内容不同 如果有如果你们实在想辩论的话 我们可以到时候删掉一个话题对话 然后怎么简单 然后怎么简单设计一个简单的呃题目让大家去辩论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正常 那我们还是就是小组讨论嘛 这种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大家 然后还能更好的去帮助你们互相学习 呃口语互相练习 呃休息五分钟可以吗 给了是 请五分钟 然后回来举手就可以 都回来我们就开始 都回来我们就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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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同学问我就是关于写汉字这个问题 老师只能给你们一些推荐 就是学一学那个笔画就是写汉字 你需要一笔一画的去学 就是它一共其实你看每个汉字不同 但是它的笔画是就那么几个 所以你学好笔画的时候按顺序去写什么横竖、撇啊、那啊那些 自己去YouTube找一些关于中文笔画去学习 我发给所有人吧 到时候自己去学一学 先学一下那些汉字的笔画 然后你就知道呃该怎么去写 然后用什么顺序去写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的同学都举一下手 老师看大家都回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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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出那个分享的人 不是代表你个人的观点 是代表你整个小组的观点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去觉得你说出哪不对啊 怎么的 那是你整个小组的观点 所以说什么没有问题 然后总结一下 这个课程哪些内容对你更有帮助 就是你觉得哪个内容很好 然后你们小组觉得哪一个内容很好 然后举一个例子 然后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 然后这个课程哪些部分需要提高 就是你觉得哪一部分你们接受的程度不是很好 然后哪一部分需要去提高 然后我们会要做一些什么改善 然后一起小组讨论一下 然后老师布置的内容 大家能理解多少 这个每个人去讨论一下 比如有的同学理解 80%左右 然后有的同学能理解 超过90% 然后有的同学可能理解50%左右 总结一下就是你能理解多少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 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对课程的一些建议 刚才我们是个人的一些总结 现在我们对整个课程做一下总结 我们需要分小组 我给你们10分钟吧 10分钟去讨论一下 讨论完后我问一下 每个组派一个代表吧 我不抽查 就是你们觉得谁能更好的说出来 然后到时候 告诉我就想 然后有的同学问是 觉得自己有时候有语法错误 因为我觉得口语中 我在中文 中文你的口语其实 语法没有太重要 只要你没有 只要你的整个句子意思是对的 然后基本上我完全能理解 像除非有一些特殊的 比如我正常说话的时候 我可能语法也会有一些乱 因为这个在中国有一些地方 他会使用一些什么斗装句啊 有一些会使用一些正常语序 就是我们其实之间沟通 也是会有一些语法比较乱的情况发生 但是大家都能理解你说的一些意思 他没有像英文那么 很注重这个语法 你如果错了完全理解不了 但是你写出的句子中 比如说我这句话 就什么什么主卫宾啊什么的 在英文中很重要 但是在中文中其实 还可以吧 我作为一个就是使用中文的人来说 我只要能理解你说什么 我就没有太在意你的那个语法 但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学中文的时候 有没有学习语法 我在语文中 我觉得我们接触的语法很少 可能就是 有小学的时候 老师会在语文中讲一些语法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人在提语法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学习 这个过程中 我不知道你们的教材中有没有关于语法的内容 但是 学习一些正确的确实也很好 然后老师如果发现你们有严重的错误的话 我会及时纠正 哦现在都记住这些问题了吗 有没有同学现在不知道这些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 嗯说吧 第一个课程哪些内容对你 更有帮助 那个内容啊 就是我们每天的那个题目吗 呃你可以不用说题目 你可以 你可以就举例你就觉得你觉得演讲对你有帮助 这个就算一种内容吧 就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内容 然后一个课内容还有什么分组讨论呢 还有老师讲的一些内容 就是你不用太详细的去想到之前学在哪些 但是你如果举例的话 你可以给大家举例 你之前讨论 比如 呃讨论运动啊 你觉得 呃你学到了很多词汇 然后你了解了更多的一些 呃 运动的规则 你觉得这个对你很有帮助 就是以后在生活中 你觉得这个也很有用 呃 你觉得以后的口语 你可以用到这些运动词汇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内容的体现吗 明白老师 呃 李孝美同学 老师 这个是我的手机玩了 还是声音带响了 我可以知道 嗯 那 我差不多 呃 不能定你的时候 是真的很晓得 你其他人呢 我没有 我这里还好 声唱老师 声唱 你这边可能是你那边的 就是你那边网络的 声音吗 自己 你手机的那个声音 现在能听到吗 那是李孝美同学那边可能出现一些原因 然后大家记住这些题 然后我现在需要你们小组讨论一下 之后 每组派一位同学 你们觉得谁能更好的去表达你们组的内容 然后去做一下总结 明白吗 嗯 十五分钟吗 十二分钟吗 我们都 呃 莫尼卡 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随时举手啊 Bryant Lane Points outstanding isu 那 词 minimum 那么 现在 我们 我们 希望 emails 我们 快 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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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王峰杰刚来的 有没有收到老师的 那个chat 有的有的 课程啊学内容啊 这个这个的 对对是那个的 有的 好的 那我们可以 那天吧 那你们天吧 好的 嗯还是我先来啊 这个是 课程哪些内容对你更有帮助 嗯我觉得如果 演讲是肯定有帮助的 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学英语的时候 因为有了参加演讲比赛而我们有准备嘛 就是我们会找聚会这些的 还有也是调整我们的这个语法 所以会很大的帮助 还有第二呢就是课程哪些部分需要提高 嗯我觉得呢需要提高的有可能 嗯因为讨论嘛 有时候我们讨论 呃的这个题目啦 或者老师的题我们不太理解 还是不太清楚 所以讨论的时候也是会 就是嗯嗯 可说是好像我们不确定这个是对还是错的 可是我目前呢在所有的内容是还 还呃就是理解 因为我都喜欢虽然是运动 这些等等都啊 我也是啊 呃对运动我也不太了解 而且我也不太 不太喜欢运动 所以我对那个题又不太理解 哦如果跟我相反的 我很喜欢就是从小很喜欢 就是看那个运动比赛的 嗯对还是这样吧 我们每一个题吧 就是如果第一题大家有什么呢 就是哪些内容对你们更有帮助呢 嗯对我来说这个这个小组讨论吧 因为我们能这个能跟别人沟通 呃对我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很有帮助 但是演讲也有帮助啊 嗯 我觉得呢昨天的那个上周的那个课堂 我觉得比较好 那么我们老师让我们先看电影 然后看了之后然后演讲 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做这样的活动 而且我觉得昨天的嗯 发演吧表演让我们更多的机会来说中文 而且呃还给同学们介绍 介绍一些关中国的电影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还有我们看这一看第二题的呢 大家呃认为觉得这个哪些部分需要提高呢 还是我觉得关于我们的词量吧 我们的生词 因为我觉得但是课课课程的部分吧 呃不是你个人的问题的那一个 是在课程的我们课堂的活动有什么需要提高 需要提高啊 就是你觉得像讨论需要提高什么 我都觉得全呃所有都好了 对我也是觉得 对好的如果是这样 大家都有同样的意见了 就是都觉得 你觉得什么需要提高的 我觉得呢就是如果在讨论 有可能有时候有的不明白吗 还有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没什么需要提高的 就是说有时候是时间的关系吧 因为有时候跟我们讨论 对还是实际 对如果我们讨论的话呢 我们还有什么就是个人先说个人的嘛 还有等一下有提 所以有时候时间不够的 嗯 还有一个第三的 老师布置的这个内容能力 呃大家都能理解多少呢 这个我也觉得我也能听能理解的 老师说的我也能理解的 但是啊对了 有可能你可以从呃用这个百分之多少呢 百分之多少 嗯 就是吧 就是我 嗯挺好的呢 对我意思 嗯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会了是吧 对 对对对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一些意见呢 嗯 嗯 可能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嗯 嗯 如果我呢 给客串的建议还是给自己 哦 哦自己的意见啊建议就是 你有对 就是你觉得参加了这个班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 可以说评价这样吧 嗯 嗯 还是你有什么 嗯 有哪个方面我们有提高要 或者 或者 这个 这个 要什么 怎么着 我觉得呢 因为 哦大家之前有参加过什么 类似的 课吗 就是口语课的那种 嗯 口语课 嗯 大家有参加过吗 有可能在学校 以前还是在大学 就是在其他的 有参加过吗 有啊 肯定有啊 嗯 肯定有 对对 哦有可能大家可以就是 从那个 有可能你们参加的那一些口语课呢 有什么 有好的方面可以 就是提的这个意见吧 嗯 如果我们是 什么 嗯 也一点都不一样吧 我觉得 因为一般我们 呃 上口语课的时候 就 读课文 先读课文 读了之后 就 跟同学们讨论 也是一样 只不过在这里 老师就给我们声词 然后 给我们 自己的题 然后 我们自己 给 你们 介绍 呃 呃 演讲 就是一样 我觉得 嗯 我们 再见了很多 很多 说话 开口 如果呢 就是 回答问题 这些吧 所以很少讨论 对 我觉得讨论是很好的 嗯 别管谁 风 风节 嗯哼 那如果风 风节同学有什么意见吗 意见 自己的意见 就是要经常沟通吧 嗯哼 其他 课的 啊 也跟你 哎 也 你说的 也对了 对了 就 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觉得 呃 好像这样 要沟通 跟别人沟通 有多帮助吧 嗯 对 对 从 你的 什么呀 什么呀 嗯 嗯 你这不觉得人 有一点多 就是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哪个部分是 说错了 天 因为 呃 我觉得 口语 是不是随便说的 嗯 因为一半我发言的时候是 我想说什么就说 然后 呃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我的发音 错了 还是我的声调 错了 这样 就 在这些 方面 我觉得 呃 还 不过 呃 什么 弄好 就是没有 挑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的 就是 你 你怕你的发音 就发错了 还有 你 就是 语法 这些的话 嗯 对 我们是 几号 说一号 是吧 嗯 对 刚才是一号的 嗯 好的 嗯 如果说到发音 其实我 以前的发音 也是不太好 还有 就是说 嗯 什么呀 就是因为 有可能 环境 这些也是有影响 的话 因为我在学校 朋友们的 中文水平都很高的 然后自己也是 最低的 这样 所以跟他们能够学的 你最低 那我 你是 你是上大学的环境吗 对对 我上大学 所以我是最笨的 最低 朋友们都 对 他们如果讲话会 使用那一个成语啦 一些的 嗯 嗯 对 对 对 你在哪里 在发胆 在印尼发胆 印尼发胆 发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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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在撩胆 你在撩胆 跳胆 对对 没事没事 刚才你说的是关于诚语,那些有些意见就是老师给我们每个同学是一个诚语,然后给我们介绍那种是不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些诚语是有故事嘛, 那我常常用的诚语,然后就是给同学们介绍呀,这个诚语来临是什么,然后怎么用,然后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因为我刚才看那个老师的题是有一个国务和食物, 国务和食物我觉得差不多有一点一样,而且如果国务的话,我们会讨论关于什么,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如果成语,比如说老师给你一个成语是关于什么呀, 要么成语,要么俗语,对对,我觉得什么,走水走气那种,对对,还是那个礼语,礼语也可以,礼语,礼语是slang的嘛,就是他们常用什么来说的, 礼语,礼语,礼语是slang的嘛,不是那一个礼语,不是那一个礼语,我常常吃的,不是那个礼语,那一个是礼语吗, 好,这个有一种礼语,我也很少用这个词,对是无話 naj ly, 比如说666那种吗? 哦 哦 可是那个是数字吗 这些就是像 我们说什么呀 现在什么 永远的神啦 就是 常用他们在什么 网络常用的那一种 词汇的 像他们 常常用就是像这样的吗 永远的神 有那个在说话的时候 哦 那个是在网络的 可是如果在说话也是有一些 对 好的 你在什么呀 但是还是成语和俗语一般常用的 因为如果 俗语 就有对 呃 在日常生活中用的 就是 对话聊天的时候 但是如果俗语和俗语 我们可以在 写作的时候有美啊 然后 然后 口语说话的时候也可以 哦 嗯 可以 什么呀 嗯 然后还有什么意见吗 嗯 嗯 什么呀 嗯 我结束了 哈哈哈哈 好像没有了 是我们要 要这个讲是吧 是要讲是吧 对对对对对课堂那些部分就要提供是什么刚才呀 应该没有 对对对刚才我们三个都说没有 嗯 我都说 这个够了 嗯 老师 不这 内容 理解多少 百分之九十 九十多 对 好 对呀 就是 呃 老师 老师课堂就是很 很能理解的 问题是在我们的 这个 自己的能力 呀 自己的 哈哈 Yes 我又是就这么觉得 啊 再见 从入幕式开始吧 好的 我代表老师 好的 啊 第一个就是 嗯 哪一个那个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就是演讲和那个分组讨论 这两个都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就是演讲的话 我们会更仔细准备这个要说话的那个题目啊 就是跟我们普通说话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那个分组讨论 对于我就是正爱里的话就是他说如果就是在分组讨论 我们比较放松说话就是没有压力的 如果在就是有老师的话就是比较有压力的 然后第二呢 第二我有点忘记了 第二 第二是什么老师可以帮我 想一下吗 想一下吗 哦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要提高的 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觉得这个很满足的 然后 老师说的话 我们都觉得都能够理解的 我们如果不理解的话 可以用Google或者那个电子词点查一下 自己的建议呢 我们就是觉得 如果休息的话就不需要了 老师我们可以先开始 我们如果有学生 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休息 就可以先那个分组讨论 我们就是如果要休息的学生 可以先休息 就这样老师 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郑地元同学 然后第三组同学 老师我代表 好的 课程那些那些内容对你更有帮助 我们觉得就是有关于运动 还有就是电影 因为运动的话 就是我们会认识到各种运动活动 这样然后如果电影的话 会让我们就是练习表达 表达就是内内容 电影的内容 然后课程那些部分需要提高的 我们觉得需要提高是在 就是说老师这个是跟建议一起的啦 就是说希望就是每个人都会 都会有有说一句两句话讲 然后就是如果要 要表达的话可能就是 希望老师会考察我们 就是比例是 就是我们有三个人 然后他的 他的问题就是有三个 老师也可以考察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表达 然后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口语的部分 然后老师不知内容能理解多少呢 我们三个人都觉得我们能理解的 有80分 自己的一些建议就是 刚刚就是说的是比较希望 就是老师 如果要演讲的话就考察 因为考察会让我们就是在讨论中 我们会集中听 我们会集中的 就是认真的去听去 去学习去 去注意去做功课 然后我们会 回答老师的问题这样子 谢谢 好的谢谢曾连芳同学 然后你这个 老师会去 去采纳 就是以后我们可能会用你说的这种形式 然后在校图讨论中 然后入幕二的同学 老师我忘了我是在哪个中的 入幕二是那应该就是李秀美 燕南平还有杨慧莲同学 你们三个是一个 入幕啊 不好意思 老师我我们又无会的 我我们绝对是抽卡的 那我问一下 那我可以我可以 OK 好的 我代表我们二出 课程哪些内容对 可能有帮助 我们觉得 学习工作和旅行 去有帮助 因为这个内容是一般 在我们的生活所以说 但是我们也觉得 运动的内容很有意思 因为有很多 甚至我们还没 还没熟悉 然后呢 需要提高的 我们觉得 为了 为了 给我们的很多机会说话 我们可以设计别的方法 比如说 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个 小编 然后一个一个 同学们可以说一说 他们的看法什么 然后 可能老师可以并说 我们的发音 表层不表层 然后我们的说 对不对 我们的意思是正确不正确 等等 我们理解 我们理解 多少 大概是80%左右 这期的一些建议 我们希望 我们有很多机会说话 所以我们觉得 可能可以 可以设议认评论 用很简单的内容 还是主题 以尊可能是有一个 有留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谈一旦 然后定对手的看法 然后了解他们的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说一说 有或者对话 谢谢老师 说完了 谢谢叶南平同学 然后这边 老师也记录一下 到时候最后一起总结一下 然后入目一的同学 好的老师 我来代表 就是第一课程 哪些内容 对我们更有帮助 我们入目一的就是 有三个人 我们两个人认为 就是对这个演讲 尤其有同时说 就是因为演讲 老师先让我们看电影 还有在做这个演讲 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平时他们很少看 这一些就是中国的电视剧 或者中国的电影 还有呢 有一个同学 也是认为在讨论当中 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沟通嘛 跟人家沟通 还有第二呢 是课程哪些部分 需要提高的 我们三位都认为了 老师所设计的这个活动 都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还有呢 第三 老师布置的内容 能理解多少 我们三位都认为 同样的就是90% 因为我们也是觉得 在这里的同学 都是中级或者高级的嘛 所以有什么不懂的呢 他们可以提问 或者自己学习的这样 自己找 还有自己的一些建议 我们从我们入目一的呢 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 第一有可能老师可以加一些像成语的 因为人认为中国人也是讲话 很喜欢用成语嘛 就是如果口语比较高级的 他们很喜欢用成语 老师可以有可能再加这些成语的部分啦 还是像礼语或者俗语 所以我们能够更理解 他们中国人口语是怎么样的 还有呢 这个其他的建议就是 有可能 就是像老师有提 就是给我们一个主题嘛 老师可以就是先解释吧 像上次的那一个运动 就是在前边 老师可以跟我们讲讲 奥运会是怎么样的啦 就是有他的故事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 要是学的更多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 入目一的同学 然后 今天我们这个总结 现在到这 然后老师做一下你们总结后的内容 就是我们有的同学就觉得 这个演讲中和分组讨论相比 分组讨论的话 就是能更放松 然后更 就是分组讨论如果我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然后这个的话 我去每个房间是为了确保每个人 就是每个人在积极讨论 然后每个房间都会跟上进度 所以不要有压力 所以不要有压力 你们就是去不要在意我既没进入房间 你们要去专心的讨论你们和其他人正在讨论的内容 这个是一个 然后对于不休息 这个如果是小组讨论的话 我们赶上小组讨论 你们到休息时间的时候 我可以让你们自行选择 你们如果想休息 你们去休息 不休息的话 你们就待在你们的小组讨论里 你们自己讨论 然后还有 有同学就说那个演讲 还有讨论 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讲 然后下一次老师可能就会 比如这个有三个问题 或有四个问题 我会去抽查某一个同学 去讲其中某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因为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希望我抽查到的同学 就快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我们会在来回换人的过程中 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会采纳这个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配合我 然后每次我换人的时候 大家就快速回答就可以 还有纠正发音这个事情 因为是口语课 所以你们如果哪里发音极其不准确 让我听不懂 我肯定会去纠正 然后告诉你们该怎么去说 然后想一些关于辩论的内容 老师去设计一下比较简单的内容 关于辩论 然后我们可以在某个话题中 去根据这个话题去辩论一下 这样其实请训练大家的这个反应能力 然后还有这个口语 等于是实际交流吧 关于口语中成语还有谚语这个问题 因为在口语中成语和谚语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在写作中用的非常多 老师可能会根据某个话题 给你们推荐一些 然后你们自己去学习 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些谚语 但是你如果用在口语中和其他人用成语沟通的话 可能有一些奇怪 因为大家在正常生活中不会去说一些成语 我们在中文中有文言文 有成语 有谚语 然后还有一些像论语的那些 他就是用简短的句子 然后去描述很有哲学的那些内容 这个除非你对中文特别感兴趣 然后你有机会有时间去研究 你才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 因为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极其有难度 对于我来说也一样 像成语啊 还有谚语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歇后语啊 这些内容 但很有意思 然后像古诗啊 古诗词 所以我很推荐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去学习一些 所以整体就是这些内容 然后大家现在还有问题吗 然后还有我 我再补充你 就是希望我在课前就是把这个话题有一些 拓展 然后我以后每一个话题 我可以去根据我自己的例子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更方便大家去演讲 然后自己去讨论 可以提问 老师可以对近我们的这个成语 这个中国人 动场使用什么 成语啊 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是出现的频率非常少 因为你在成语这个就是四个词四个字 然后它代表了一一系列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用出来比较奇怪 因为呃大家可能你突然用一个成语 这个有一些奇怪 但是在写作中用的很多 它能包含的意思很广 然后它更高级一些 呃理解吗 啊 理解理解 呃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没有老师 没有老师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积极配合 然后我们下次见 然后今天这个课 呃是一个过渡 所以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 大家有一些改变 行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了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